航母 现代海战的重要武器之一 它能把自家海军和空军拉到大洋深处 开到敌国家门口去打仗 本期我们来看看航母自带的优势 和干掉航母的难度有多大 航母的主要攻击手段来自舰载机群 而航母本身是舰载机群攻击范围的倍增器 在大洋上海战中 航母是在远游作战时你能找到的唯一机场 拥有航母就相当于拥有了以空至海的重大优势 在现代海战中 大部分海军走的都是以空至海的路子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因为战机在速度和机动性上拥有巨大的优势 能带来极大的主动权 战机想打就打 想撤就撤 而海军舰艇那相对于战机几乎为零的航速 只能在原地被动挨打 在进攻方面 战机也要比舰艇更具优势 大家想一下 战机空射的导弹 上来就拥有更大的出速和出时高度 而攻击的仅仅是一个航速 只有几十公里的大型目标 如尼米兹最高时速只有58.3公里 相反 舰艇发射的对空导弹 则需要从零开始加速 自己爬升要攻击的目标 是一个速度能达到几百 甚至上千公里每小时的高速小目标 自然更加困难 所以 现代战机都可以轻易的 在舰艇的对空火力圈外发射导弹 自身完全不用担心受到攻击 一波打击完了 战机可以从容的回去重新装弹 再来一次 而舰艇只能被动拦截 但总有失手的时候 当然 以空至海并非全部 像俄罗斯 虽然拥有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但其思路仍然停留在 以海至海的时代 其搭载的战机主要用于防空 对海攻击则主要靠的 12枚巨大的SSN-19花岗岩导弹 在这种情况下 库兹涅佐夫号和基洛夫巡洋舰 好像并没有太大差别 最远也只能坐到 600公里外发起攻击 而尼米兹航母以空至海 以托FA-18EF超级大黄蜂 携带鱼叉导弹 则可以从1000公里外发起进攻 这已经比俄罗斯舰队多出了足足400公里 400公里对于一个舰队而言 是一个极其遥远的距离 即使库兹涅佐夫号 以最大59公里时速狂飙 尼米兹在原地等 也需要6.7个小时 这足够美海军编队 对其发起N次打击的了 由于地球曲率的原因 雷达探测距离 除了与雷达本身性能 和目标RCS值有关外 还要受到通视距离的限制 所以现代舰艇 在中心允许的情况下 都会把雷达尽可能的架高 这样通视距离就越远 这些舰艇 甚至把雷达架在了桅杆顶上 以求增大 对低空级海面目标的探测距离 如德国F124型护卫舰 就把APAR雷达的四部阵列天线 装设在了主围上端 可即便如此 雷达架设高度始终有限 R30米顶天了 所以就导致舰艇的 对海平面探测目标通视距离 最远不过45公里 而航母不同 它可以搭载预警机 特别是飞得高 看得远的固定翼预警机 在战场信息掌握能力上 有着飞跃性的提升 其搭载的固定翼预警机 声线可达万米以上 因此 对海平面目标通视距离 可以达到400多公里 即便有的航母 没有搭载固定翼舰载预警机 但也会采用预警直升机 加装舰载雷达 来充当预警手段 舰载雷达负责 对中高空目标进行预警 预警直升机进行低空补忙 预警直升机由于声线 一般只有3公里左右 所以对海面目标探测距离 为200多公里 如美军的E-2C预警机 对略海飞行的巡航导弹 探测距离在260公里左右 而升级后的E-2D预警机 对战机目标探测距离 约为550公里左右 航母上的预警机 可以让航母的感知范围 大大增加 让航母拥有先敌发现 先敌进攻的能力 航母上的舰载机 则可以让航母的攻击半径 大大增加 从而获得以空至海的绝对优势 更关键的是 航母出任务 往往都是以战斗群的形式出没 我们以美国航母战斗群为例 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 通常由一艘核动力航母 一到两艘导弹巡洋舰 两到三艘导弹驱逐舰 一艘护卫舰 一到两艘核攻击潜艇组成 其他是辅助船只 那由这些舰船组成的一个航母战斗群 打击半径有多大呢 如果航母战斗群 以战斗姿态在海洋中巡航 航母通常会组成三层防御舰 来控制需要的海域 分别是战斗机 驱洋舰和驱逐舰 像美国航母搭载的F-18 其作战半径为740公里 巡洋舰可以攻击的海域范围 为300公里 驱逐舰则为150公里 由此可以推测 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打击半径 将会超过1000公里 而且航母真要跨海揍人时 也不会只出动一艘 起码也要两三艘一起出动 一来一个航母编队不保险 二来两艘级以上航母组成的航母编队 不仅可以从多方向攻击 而且防御能力和攻击能力 也会直线上升的 航母和航母战斗群都如此强大 那干掉航母的难度是不是很大 火力军可以负责任的说 想要打掉航母 难度非常非常的大 之前在频道里 火力军介绍了打航母的方法 有轰炸机 反舰导弹 高爆炸药等等 想着只要武器够强 就能打掉航母 但是现在火力军发现 如何发现并定位航母 成了干掉航母的第一道难关 可能有人会说 航母那么大又不会隐身 不应该很容易被发现吗 其实恰恰相反 上千公里的攻击圈 成了航母最有效的隐身手段 刚才提到的预警机 水面舰艇 以及没有提到的潜艇等 都是近距离发现航母的手段 就是不怎么有效 像预警机 虽说可以在500公里外 发现航母的位置 但到了战时 这种方法直接无效 因为航母上也有预警机 虽然比不上路上预警机性能强 但却可以前出300公里进行部署 足以在较远距离上 发现敌方预警机 并指挥几方舰载机 将其驱离 同理 水面舰艇和潜艇也是如此 水面舰艇 45公里的探测距离 基本上是无效的 它根本无法突进到 距离航母这么近 而潜艇稍微好一些 现在的低频被动声纳 发现距离较远 大概可以达到100公里以外 但在战时 潜艇同样很难突破到 航母100公里之内 因为航母会在前进的道路上 进行至少300公里的位置 进行反潜作业 所以派潜艇出去是非常危险的 潜艇发现航母时 就意味着自己被击沉 可以说 任何进入航母攻击圈的 敌方舰艇或飞机都会被率先消灭 对于敌人而言 他们只会看到自己派出去的飞机或潜艇 或舰艇一个一个消失 而对方的核心在哪 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最好的情况 也是只能知道一个大概方向 但具体航母战斗群在哪 有多远都不知道 既然近距离探测手段不行 那远距离探测 是否对航母有效呢 首先是无线电定位 航母电磁信号特征那么大 舰上的各种电磁设备 向外扩散的电磁波强度也非常大 甚至可以在全球任何地点被接收到 所以通过无线电定位技术 确定航母位置不难 不过在战时 航母要是采取无线电静默 那这方法就无效了 而且无线电定位技术 只能确定航母的大概位置 并不能作为打击武器的导航装置 如果要打击还需要进行更加精确的定位 其次是超视距雷达 这种雷达的电磁波是朝着天上发射的 在地球大气高空存在着一个电离层 这个电离层的存在可以让电磁波像遇到镜子一样 对地面进行反射 反射雷达波在搜索到海面的航母之后 会再次沿着原来的路径返回电离层 之后再反射到地面的接收站 像美国海军的ANATPS-71 ROS超视距雷达系统探测距离能达到925-3000公里 地面接收站可以利用超视距雷达的优势 对远距离海上目标实施精确的探测和定位 是现在一种有效发现航母的手段 不过超视距雷达也有弊端 就是接收机接收到的雷达波 经过三次反射后 其强度不大 如果航母发现了来自超视距雷达的照射 只需要进行干扰 就可以破坏超视距雷达对自己的探测行为 所以战时超视距雷达 也不能作为一种发现航母的主要手段 最后一种是卫星 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方式了 很多朋友都将卫星万能化了 其实卫星也有很多具象 比如全球海洋面积巨大 载轨卫星数量有限 且极易受到云层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想要精确监控海上舰艇的位置 必须用低轨道卫星才行 但低轨道卫星能监控的面积很小 有效侦察时间很短 对要侦察区域基本上都是一扫而过 并不能对航母进行持续的跟踪 也就无所谓对其进行锁定和攻击了 总之 航母利用对战场信息掌控的不对称优势 可以采用静默 规避 迷惑等方法来隐蔽自己 在战术的选择拥有极大主动权 1982年美国海军曾举办过一场 代号为NOPAC-82的秘密军事演习 演习的课题是对苏联本土进行攻击 当时美国海军航母编队就利用各种隐蔽手段 把航母编队推进到了预定的打击区域内 也没有被苏联的军事力量发现 由此可见航母目标虽然很大 但是真的很难被发现 那想要干掉航母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大概率是没有了 之前苏联海军建立的一套打击航母体系 最终也荒废了 苏联在了解航母优势后 结合自己的饱和攻击理论 曾打造了一艘针对航母的作战指挥和侦察系统 第一代系统由图16和图95组成 现有TU-16P 接受航母战斗群的雷达信号和无线电信号 再发送至图95RTS 这是一种远程海上雷达侦察和数据通信指挥机 从理论上来说 这两种飞机无需飞到航母攻击圈内即可锁定目标 第二代则是将其和导弹平台连接起来 交换数据 尤其是70年以后的SSN-12和SSN-19 这两种超音速远程导弹的战斗部都在一吨左右 必要时这两种导弹还可换装3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 一枚这样的导弹就能击沉或重创一艘航母 到了第三代 系统则是由带核电池的侦察卫星组成 既有电子情报侦察功能 也有雷达搜索功能 作用范围大 理论上解决了远程巡航导弹瞄准定位的问题 在打击方面 苏联走的是导弹制胜论 除了增加导弹战斗部威力外 大多数反舰巡航导弹都实现了通用化 在其发射平台上 苏联研制了专门对付航母战斗群的克列斯塔 光荣巡洋舰 以及装备了500枚各式导弹的基洛夫核巡洋舰 在空中平台上 苏联还研制了图132 苏24 苏27K 战略空军的图22M3和图95 也可以进行海上攻击 它们主要发射AS-12和AS-15防区外反舰导弹 同时 潜艇也会起到配合作用 整个流程大致是这样的 先使用卫星发现敌航母战斗群 然后在卫星向空阵雷达 中级通信直升机的目标指引下 导弹从水下 空中 舰艇上 甚至陆地机动装置中 以不同的方向和近两倍音速的速度 贴着海面对敌舰队进行攻击 必要时 战略和空军的轰炸机 也可以在预警机的指引下 发动常规对舰攻击 利用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 加上机动性强 隐蔽性好的平台 用最大限度的高密度导弹攻击 拖垮美军舰队区域防空系统 然后重创航母战斗群 具体战术是 第一波导弹 重点打击航空母舰编队中 执行区域防空的导弹群扬舰驱逐舰 使其丧失用舰空导弹 逐行区域防空的能力 第二波导弹 集中打击航母和两栖攻击舰 力争使其丧失作战能力 或将其击沉 这便是苏联海军建立的打击航母体系 只是在美军于80年代 研发出宙斯顿防空反导系统后 苏联的饱和式攻击理论就破灭了 根据苏联海军的推演 在上世纪60年代 摧毁航母需要30枚反舰导弹 到70年代需要60枚 但是当宙斯顿诞生 提康德罗加服役之后 则需要至少100枚以上 当阿利伯克大规模服役之后 这个数字更是提高到了200枚 紧接着苏联又惨遭解体的命运 最终导致这套打击航母体系 很多模块得不到维护和增强 也就失去了打击航母的能力 即便是现在的俄罗斯海军 也根本不具备航母打击能力 可以说 目前世界上并没有特别好的发现 定位打击航母的作战体系 航母是越来越难打了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发现并定位航母呢 究竟要如何干掉一艘航母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